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何虎 那么很高兴,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关于麦子商城的一些功能的实现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实际上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讲 我们将给大家进行一个项目的一些基本功能的完善 那么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呢 需要同学们呢,下来自己呢,再花点时间去完善一下 另外,就是这一讲我们将给大家进行简单的总结 也就是我们整个课程学下来,你学到了哪些知识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可以待会儿呢,给大家会详细的讲解 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件 那么我们整个课程呢,这里都是使用的思维导图来实现的 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要看这个课件的原始文件 大家可以呢,下载一个思维导图的软件 那么我们这一节主要首先要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可以呢,就是说相关的一些页面的链接 第二,就是去检查这些页面的一些部分功能的完善 第三个,就是关于JS和CSS要实现页面的分离 这个也是为我们后期项目的维护 更好的这个维护呢,做准备的 好,我们呢,首先打开我们的IDE的编辑环境 好,我们打开了我们的这个Dreamweaver, CS6 那这是我们的首页面,那首页面里面呢,它会有几个导航 那么比如说,这个网站首页,这里呢,我们应该给它加一个 比如index.html 然后分类导航,购物帮助,新闻资讯,报价单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有报价单的这个列表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rolista price,这个是报价单的这个页面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链接呢,给加过去 发货单呢,这里呢,我们没有 我们看一个结算 结算页面 我们就链接到这里吧 好,然后还有新闻资讯,购物帮助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比如发货单,我这里要点击 它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发货单这个页面了 好,网站首页 点击这个首页呢,它又应该回来 所以呢,实际上也就是说 这个购物帮助,包括新闻资讯 新闻资讯呢,我们这里没有 没有这个新闻资讯的页面 我们可以呢 找到这个产品 列表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闻资讯呢,给它改成产品列表 然后呢,把这个给它加进去 OK 然后产品列表 把这个放到 放到这里来 比如说产品列表 好 那么这些链接呢,我们给它加进来以后呢 大家要把这个Li里面的内容 拿到这里面呢,也要进行一个替换 进行替换 这些呢,我们用到的这些页面 都要进行一个替换 这个就是我们后期呢,需要去完善的部分 这里还有结算页面 好 结算 那么 后边呢,就是说我们随便点哪个页面的时候 它都可以 链接到对应的页面去 这个呢,工作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下来自己呢,再去完善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里呢,只是说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演示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链接弄好以后 每一个手艺面这里呢,都要进行替换 那么在以后,在实际的开发的时候 一般呢,就是说我们 在实际的这个应用程序的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只去做一个 做一个就可以了 就是说做一个模板 然后其他地方都去使用这个模板就可以了 OK 看到没有 然后 大航 产品列表 报告单 这个链接呢,大家下来自己呢,去完善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这里还有一个登录 点击请登录 这个还是没有找到这个页面 好,我们首先呢,我们首先呢还是去找到这个登录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有没有去对一个login 的页面 应该在这里,应该在这里进行替换啊 其他的页面呢,也应该进行替换 比如说包括注册这里 啊,注册这里,这里也有一个login 然后注册这个,没问题 结算 结算 这里呢,也需要去完善 这个,这个login 注册这个html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进行一个替换 Ctrl加H 先Ctrl加F 然后替换成什么呢 注册 这个,当时我们在编写的时候写的是这个 但是最后呢,在定义这个文件的名称的时候写的是这个 现在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替换 搜索呢,我们应该是搜索 不仅是当前文档 应该是这个整个当前站点的文档 然后全部 OK 这里还没有,应该是全部替换 全部替换 OK 这里呢,我们使用了这个 Ctrl加H 这里很快呢,就实现了全部的替换 然后这里呢,再来刷新一次 搜页面 刷新 不要登录 login OK OK 我们再来呢,实验一下 OK 那么这里呢,点击登录就过来了 那么这里点击注册 然后就进入到注册这个页面 然后注册这里呢,我们是有验证 这些呢,都是实现的 登录 登录 那这里呢,也有验证 看没有 必须要填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这个 后续的一些验证呢 这个链接呢,大家自己呢 再去完善一下 有些呢,可能没有弄完 大家下来自己呢,去完善一下 都非常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这里面还有一些 这个JS,CSS功能的一些 这个要分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像购物车 这里面呢,我们就使用到了一些 这个CSS 那这个CSS呢,我们可以把它 剪切出来 然后 单独把它放在我们装这个JS的文件夹里面 好 这里呢,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JS OK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再来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比如说我们这是购物车 购物车 JS OK 那么这里呢 把这个代码拿过来就可以了 嗯 这里 这个分号把它去掉 看一下 这里呢 还应该有一个括号 有一个大括号 没把它复制完 OK 那也就把这两个函数 专门放在这个JS当中 然后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就把这个JS 这个购物的这个JS文件呢 把它应用到当前的这个项目当中来 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文件 啊,这个JS文件和我们原代码的分离 啊 那么我们后期呢 在维护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啊 去打开这个界面 我们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的修改 只需要去打开这个JS 然后呢,把这个JS里面的某些数据来进修改以后 再重新传上去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CSS呢 也是如此 我们也可以呢 用类似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是购物的CSS文件 我们把它剪切下来 这注意哈 大家注意了 剪切的时候呢 我们只剪切这一部分 然后这个呢 脚本的符号了 我们就不用剪切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是购物 购物车.css 我们就把这个呢 复制过来就OK 然后呢 把这个CSS文件 把它 把它应用过来 那么这个 现在我们来看 整个代码呢 就看得非常的整洁 非常的整洁 那么其他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结算 结算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了大量的CSS文件 这个CSS文件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 比如说这里 把这个 封装起来 我们称之为 这种方式称之为封装 结算.js 那么我们打开 结算的这个页面 把这个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脚本 这一部分呢 全部都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以后呢 我们要去删除 注意一下 要删除 一部分的内容 把这个直接捡起 Ctrl X 然后呢 把这个 注意一下 这个要去掉 这个 也要去掉 就可以了 然后当然 同样的 这个页面呢 我们需要 把它 拖过来 OK 那么同样的 我们 为了方便 后期的维护 我们呢 这个CSS 这里面呢 我们一样的 需要给它 另一个 结算.css 的 css 总文件 然后把这个 结算里面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Ctrl C Ctrl X 复制过来 这里呢 Ctrl V 粘贴 然后把这个呢 去掉 对不对 OK 那么这个 我们就 这是我们 但功能呢 肯定还是 不会改变的 功能还是原来 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 打开我们的 结算页面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发生 改变 结算 好 这样呢 就有利于 我们后期的 一个维护 这是结算的 一个页面 好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些 其他的 页面 比如说 购物车 购物车 这里呢 实际一样的 这里我们 把它打开 OK 购物车当中 去浏览一下 它的页面 这里呢 是正确的 是不是 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我们 把里面的数据呢 进行了修改 点击它 它就变成了 这么多 OK 这里呢 把它点击一下 变这么多 然后点击继续购物 现在结算 点线结算呢 它应该是可以 调整到 结算页面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你可以呢 把这个 结算的这个 页面的链接 把它放到 这里面来 这里应该是一个 结算的一个链接 那这里呢 我们使用的是 这个input 类型的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我们一般呢 是可以通过 比如说 你或者呢 就直接在外边 给它加上一个 A标签 也可以 就这样 然后呢 这里呢 A标签呢 一个结束标签 也就是说 把这个链接 作为一个 把这个按钮呢 作为一个超链接 先去结算 是不是就跳转过来了 跳转到这里来了 就实现了一个 基本的结算 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里 还有一些其他的 大家下来 自己呢 再完善一下 那么我们 现在呢 就是说 给大家简单的 讲一讲 就是说 我们这个课程 大家可以呢 学会哪些方面的 一些知识 那么作为一个 商业网站的 前端页面开发 那么通过这个 课程呢 的学习 我相信大家 应该是能够 掌握很多 包括从 如何去布局 一个网页 但大家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 这个网站呢 在第一个页面 的编写过程当中呢 是花费了 大量的时间 那第一个页面 它本身 它的结构 还有它的模块 非常的多 所以呢 它的时间呢 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一般 在商业的 应用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的客户 一般它 首先看的 就是首页面 包括我们 在做一个 外包的时候 那么这个 首页面的价格 和其他页面的价格呢 都是有很大差别的 比如说 作为美工来讲 那么 首页面 作为一个首页面 一般来讲呢 都是400块钱 比如说200到400块钱的 一个价格 而其他的页面 比如说 新闻页面呢 产品的介绍页面呢 那么一个页面呢 大概呢 是 这个 100块钱左右 好 那么以后 如果我们的同学 到外面呢 去接一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大家也可以呢 通过这种方式来估算 你的这个项目 大概值多少钱 就是说 就前端这一块 大概值多少 可以去接一些外包 来赚点零花钱 OK 那么 知识点来讲呢 我们首先呢 是通过这个项目呢 我相信大家对 DIV加CSS的 盒子编程模型呢 应该有个深入度的理解了 而且呢 应该能够使用 DIV加CSS 去布局出自己 或者说 这个需求 所需要的这种 格式 然后第二个 通过这个项目 我们使用了很多的 JAScript 就是前端脚本 JAScript是一个 跨平台的语言 它不是Java语言 它是一个 专门用在前端 应用开发当中的 一个语言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使用JAScript 实现了一些 比如说数据的验证 使用JAScript 实现了一些 特效的制作 那么并且了解 JQuery的编程 JQuery 它实际上是 基于JAScript 这个函数技术上的 一个框架 它把我们常用的一些 这个前端的一些 功能性的东西 封装在一个 JQuery的JAS文件当中 然后当然呢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给大家使用了一些 不同的版本 那么一般呢 它这个1.2以上 1.4以上的这些版本呢 它都在我们商业的应用当中 都非常常见 然后这里呢 还有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相信呢 就是通过这个项目啊 我们应该实现了很多商业的 一些应用的开发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手印面 这里呢 就有一个 这个 这个叫 轮换广告的一个 设计 轮换广告呢 它有很多种设计方法 那么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讲解的是 基于 这个 这个JAScript的一种设计方法 我们在前面 的一个课程 就是手把手 教你做一个 企业门广站的 一个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解的是 另外的一种设计方法 就是使用这个 Flash播放器 进行简单的配置 就可以呢 播放指定图片格式 的图片 那么这种呢 相当于是 更轻量级的一种方式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 在特效方面 在这一讲 在这个课程当中 首先我们给大家 讲解了比较 比如说 这个 有图片 轮换广告 特效 还有选项卡的 特效设计 那么选项卡的特效呢 在我们的商品的 详细信息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一个商品的详细信息 这个页面 我们呢 可以把它打开 这种功能 在实际的商业开发当中呢 应用是非常的广泛 OK 这种 这个就是选项卡的 一种设计 对不对 非常应用非常多 包括我知道像腾讯 腾讯呢 它也有这样的一些 很多软件上面都有 我这里呢 顺便可以给大家 打开一个这样的 那么这一个 就是我刚才打开了 一个腾讯的一个 一个消息窗口 那么这里面 它也是使用了 这个基本的功能 这个我们身上 选项卡的功能 这个非常的简单 学习了我们本节的知识以后呢 大家应该知道 它的设计原理 以及如何去实现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 放大镜的特效 放大镜在我们的 特别是这种 B2B B2C的这种 三层类的项目当中呢 肯定是一个 增加用户体验的一种 特效 那么我们既然呢 不能面对面的 去看这个商品 但是我可以呢 在某些细节方面 可以看得更仔细一些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设计出了 放大镜的这种特效 那放大镜的特效原理呢 我们在课程当中呢 是做了详细的讲解 还有呢如何实现的 其实呢代码量并不大 代码量并不大 这个就是放大镜的特效 它的原理呢 就是一个固定的 一个盒子里面呢 放一个大的盒子 然后呢 我们鼠标移动的 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控制了 这个用来显示图片的 这个盒子的上边框 上部的这个Banner 和下部的这个Banner 它的左右距离 这是它的原理 那么具体呢 如何使用代码来实现呢 我们使用的 TakeRead的方式来实现的 那下来可以自己呢 再去认真的 学习一下 OK 那么这里 还有菜单导航 这个就不用说了 非常简单 还有呢 图片列表 那么图片列表呢 不光是我们的 这个商业网站当中 还有呢 企业门户网站当中 都会使用 都会使用 那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 实际上都进行了 零零精致的体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呢 文字列表 这个不用说了啊 还有呢 我们的一些验证方法 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两种验证方式 实际上验证呢 有很多种方式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大家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我们掌握了 这两种验证方法 那么对于应对 一般的商业 门户网站 或者商业网站的开发 那一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 下边呢 还有就是前端表格功能计算 前端表格功能计算 这一块 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讲 就是在购物车 这个页面里面呢 有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体现 那么大家以后 学习了本 这一节的课程呢 大家以后呢 去做一些 比如说财务类的软件 或者管理类型的软件 或者说ERP系统 或者说这个 一些经销存的一些系统 那一般呢 都是没有问题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 有个计算 那么像我们以前呢 在做ERP系统的时候 那这里数据 发生改变以后 它这里呢 马上就要进行计算 那我们这里是 点击更改数据 它才开始计算 那这实际上呢 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 看在哪里去触发 去调用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如果 要在这里去改变的话 去调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 比如说你在 使用keydown这个事件 或者keyup这个事件 或者说这个 光标离开的 这个事件当中 去调用这个函数呢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圆代码 这个圆代码里面呢 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复杂 这里呢 我们是使用了jcree 这里是js 大家看一下 购物车 使用了这个jcree的方法 jcree 先这里呢 是通过一起函数 进行便利 然后每便利一次呢 我们就要 这里还有个取消 取消那个按钮 那么取消以后呢 要重新计算 那计算呢 是这个函数 每便利一次呢 我们要取出 它的当前这一行的数据 当前这行的数据呢 取出来以后 做一个简单的乘法运算 然后运算以后呢 把值又复值到 这个 使用了这个类型的 这个空件里面 其实呢 逻辑思维呢 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周密 大家下来呢 可以再去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所讲的内容 好了 那么对于本节课程 我相信大家 只要认真学习 那肯定能够掌握很多 相关的一些 开发的知识 特别是对于 比如说我们一些 没有从事过 互联网开发的同学 或者说刚刚大学毕业 或者说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同学呢 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 我相信呢 能够帮助大家 尽快地成为一名 优秀的互联网程序员 或者工程师 好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其他的呢 大家下来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麦子学院 这个上面的一些其他课程 好 我们呢 下来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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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